喇叭按住不放到底是有奪氣 高雄百貨公司停車場塞爆 完全動彈不得 駕駛氣炸 狂按長喇叭 我坐這輛車去看 駕駛車可以找不到 我已經塞車了 連小黃都進不來塞車又塞人 明明就卡死出不去 卻還一直放車進來 客人狂轟真的太誇張 停車場癱瘓兩個多小時 都還沒辦法出去 車子出不去 還可以放車子進來 我現在開不掉就是因為它 客人被塞了三四個小時 跑到服務台爆炒 一堆苦煮拋文抱怨 等了一個小時完全沒前進 規劃真的爛 停車場跟迷宮一樣 逛街一小時找車兩小時 我放棄直接趕坐輕軌回家了 停在B6的好可憐喔 都不能動啊 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才進來 對啊 他們一個小時 我們浩子也採用 尖峰的時段的秒數運作 這次因為下雨的關係 約多出了兩百到三百輛車的進出 交通大亂的還有苗栗火車站外 學生賽報客運站 排到門口又穿越馬路 隊伍有一百五十公尺那麼長 上課很多啊 我就是已經排到很習慣了 有時候就會搭不到 不然就是站著然後搖晃晃 會跌倒 公車班距十分鐘 但還是消化不及 三所學校一起上下課 學生擊報車站 經理戰承諾會重新編排半次 塞在百貨公司停車場 動彈不得三兩個小時都可以 從高雄到台中了 難怪客人火氣那麼大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